只属于天命暗部,代号为侠的忍者,与其鬼魅般的伸手和变化纷繁的忍术,深受主教器重。 而今,他领受使命,前往极东之地八重艇,夺取禁术,外道六法。 谁能猜得到,这次在他的刀下,又会有多少亡魂,隐恨而归,堕入无间呢? 昼夜交替之际,正是无备行动之时。 融合了小太刀技法与人法奥义,霞使用自己所独创的我流剑术,应激临阵,攻敌不备。 夜隐虫霞的普通攻击,能够在近身战中持续对敌人造成压制,并回复自身的咒力。 霞的分支攻击,名为耐落,其刀是汇聚雷霆之力奔袭敌群,造成范围雷电元素伤害。 施放耐落需要消耗一格咒力,并且能够连续使用。 每一击都会提升下一次分支攻击的威力。 在咒力达到最大时,连续使用即可打出满额伤害。 为了获得胜利,忍者可以无所不用其极。 如果刀剑不利,就以咒术加身,收割敌手。 在普通攻击第三击或第四击后稍加停顿,在光圈出现时,衔接攻击剑即可施展咒术,空鸣鬼眼。 释放后,霞自身会立刻获得伤害加成,同时向前方致出鼓鼓,在命中的敌人身上留下咒印。 QTE和必杀剑同样可以施加咒印的效果。 咒印将持续一段时间,身负咒印之刃,受到来自霞的伤害将明显提升。 空鸣鬼眼是霞制造高额伤害的关键技能。 在战斗中循环使用,及时刷新强化状态并施加咒印,乃是制胜的重点。 闪避技能雷神顺身是霞重要的战术人法。 发动后,霞自身将进入不被侦查的顺身状态,同时在原地制造一个影分身迷惑敌人。 影分身存在时会吸引附近的敌人,数秒后引发爆炸,造成伤害并制造全局时空断裂效果。 雷神顺身的控场效果会创造进攻的良机。 在这段时间里,你唯一需要做的,就是对掉入陷阱的敌人穷追猛打。 好笑吧,雷一丸。 霞所持有的必杀人法,是封印着霍氏妖狐的极东忍术,外道六法。 一旦封印解开,狐妖飞跃完,将以雷电的姿态短暂现实,与人柱合为一体,大杀四方。 霞施展通灵之术换来传说中的妖狐助展,同时获得大量咒力。 妖狐横扫前方大范围的敌人,造成雷电元素伤害。 同时,还会向命中的敌人刻下诅咒,施加感电状态,使其受到的雷电元素伤害大幅提升。 在外道六法激活期间,再次使用必杀剂,将施放必杀剂的第二段效果,六道杀阵。 霞借助妖狐的力量换出杀阵,向其中的所有敌人发起雷霆般的斩击。 造成极高的雷电元素伤害,并打出麻痹效果,令其动弹不得。 尽管忍术的能力足以令人畏惧,但对于战斗而言,精良的策略则更为重要。 通常,我们需要在与敌人的周旋中积累能量。 四肌利用闪避技能创造的时机,对上钩的目标穷追猛打。 等到能量与助力充足时,使用空鸣鬼眼为敌人打上标记并刷新强化状态。 打出一套分支攻击后,开启必杀剂,制造感电效果并补充重力。 随后,再次打出一套连续的分支攻击。 最后,用六道杀阵完美收场,整套连段行云流水。 如果说主人是持刀的手,那么忍者就是主人的佩刀。 然而有些刀剪,生来就不甘于被人掌握。 在痛饮鲜血,酒精沙场之后,会生出二心。 这样的武器往往难逃毁碎的下场,又或者,他能遇到一双手,为他敌清罪孽,重铸新生。